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高高在上的 都在上面 所以对世锦小明这种角色 其实真的在古典舞教学体系里都很少去触及到 在舞台实践的时候 那就会面临到要改变一些方式 和以往舞动的规律 发力的方式 说下半场我基本就没有把腰直起来过 要把这种唯唯诺诺的 不敢抬头甚至不敢睁眼的这种状态 因为他心里又藏着这么大一件事 藏了15年 那他这个眼睛都不敢见到图案过 因为舞蹈跟话剧 或者说跟歌剧还是不一样 舞蹈是更加抽象和异象 那所以说在刻画人物的时候 我们所捕捉到的这个人物形象的特征 或者说他的某种质地 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剧种的演员 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会涉及到很多这样的细节 来设计这个人物 丰富这个人物 让这个人物立在这个舞台上 所有对古代人物的演绎 都是导演的引导 然后演员的个人的二度创作 来塑造出这么一个人 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个古代人物 所有人都只能是猜想 作为演员 你需要找到这个角色的人物的塑造 或者说把握住这个人物风格 那么这个人当然是有我的个人看法和判断在里面 对于我来说他肯定是会 很多东西会调动到我的这种生活感受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排练的时候 就是摔子那一段 因为比较年轻我还没有孩子 那么我是不具备这个生活经验的 当时我记得李世伯导演当时就说 因为我特别喜欢我们家狗 那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 当时他就说 他说你就是想你把狗举起来 其实那一瞬间我就心里就被触碰到了那个点 其实他不一定是孩子 也不一定是说是不是宠物 但是一切对你只要对他赋予感情的东西 在那一瞬间 其实你的心里的这个情感的体验 就是在那个点上 认为每个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成因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人是在褒贬毁育中永生的 一千个人又一千个汉姆雷特 艺术作品能带来最多的 他会调动观众的生活经验 通过跟他的个人生活经验结合而得出的反应 和结论 成因这个人物 会说他好的人 那么我觉得首先是站在一定的价值观上去看待 如果他不好的是 那么我认为是当下的年轻人会怎么去看待 因为年轻人现在活得会更加自我一点 他们会开始反思 你为什么会为了别人家的事而去牺牲 这个价值观不一定就对 我觉得他既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他只是一个在历史中出现过的这么一个人 今天他的行为和他的价值可以给我们留下很多不一样的判断和感受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好的地方